欢迎收听忍者ATM 我是伊康诺米 然后首先想感谢忍者ATM微博 或者是YouTube上关注我们的朋友 我们很久都不更新的情况下 居然还没有取关 我们从一个短视频账号 最近的大半年逐渐过度成为一个不定时更新的 一个长播客音频聊天节目 也是因为一方面我的我也不能说的工作比较忙 就是我的时间比较安排不开 然后另外也是觉得这种更长时间的聊天 可以聊一些更有趣的话题 然后可以把它节目做得更深入一些 而且有趣的是往往做这个节目的起始 都是因为我身边的一些从事金融工作的朋友 他们来找到我说 你有没有关注最近有什么这件事情 一个是之前大家听过几期节目的装播 还有一个就是方兆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是方兆是始作用者 他前两天跟我说 我们要不要聊一下4月20日那天 原油跌到负30几美金这一件奇怪的事情 那我就想我们今天就来做一期节目是相当于CSI CSI原油期货 方兆你好 你好大家好 OK 那可不可以先跟大家说一下4月20号那天 2020年4月20号 具体发生了一件什么样多么多么那个 就是叫什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件事情 好的那个说是4月20号其实也就是9天以前 上个星期一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还历历在目 那么美国的这个商品期货市场呢 他按照类型的不同 他有不同的开市时间 但是呢 就是几乎所有的这些商品期货都是在亚洲时间的周一的上午就开始交易了 这个俗称叫亚洲电子盘 实际上就是为了提供一个全世界都能够有价格发现的机会 那么在4月20号 美国还是在4月19号的时候啊 也就是星期日的晚上的时候啊 一开始交易美国的这个轻质原油期货首行 就是我们所说的WTI05月份交割的这个合约 他就开始了连续的下跌 这个下跌的幅度非常非常的大 那我们知道就是在大概半个多月以前呢 就是欧派克加达成了一个共同的协议 包含他们所有的成员国都承诺减产 在这个减产的大背景下呢 油价有一定的稳定 但是到了4月19号 美国时间晚间的这时间这个油价就开始下跌 那么到了美国时间正常市场要开盘的这个时间呢 这个油价已经跌的非常非常低了啊 就是从之前的可能20美元一桶左右跌到了10美元一桶左右 那这个时候已经是破历史记录的一个就是价格了啊 不论是他下跌的幅度有这么大 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这个绝对价格也非常非常低 可能是台湾战争以来或者甚至是70年代以来发生石油危机以来最便宜的一个价格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经常那一段时间好像即便是不不买这些东西的人在微博上都看到有漫画说石油比牛奶还便宜 你大概就是讲的这这这这一段时间的事情 对是的啊 那么就是石油比牛奶比咖啡比呃纯净水甚至都要便宜了啊 那么跌破了十就是当时他他中间有只小小幅反弹呢 涨涨跌跌啊 那么到了这个呃晚间的时候 因为呃我们晚晚上也在看其他的呃品种的交易 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就跌破了10美元 那这个时候呃我就觉得市场已经有一点疯狂了啊 就是大家真的出现了恐慌和踩踏啊 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又进一步的下跌 这个下下跌的非常恐怖啊 你看到这个下跌你真的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嗯 而且石油这个期货他在呃 近快进入交个月的时候并没有熔断机制或者是涨跌平板的幅度 那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到呃夜里可能北京时间可能夜里一两点 一点多钟的时候他就跌跌到了快到零啊 嗯嗯但是这些呢都不足以计入史实测啊 而是从两点零八呃零七分零八分就是北京时间夜里啊 啊美国时间美国东部时间正好和我们差12个小时 他们的下午两点零七零八分发生的接下来的二十几分钟的事情 足以计入这个就是离收市前的最后二十分钟是吧 对是这样的啊 那么在这个时间段内呢 这个市场完全没有了要买这个啊 就是原油的人所有的人都在疯狂的抛售手上的原油期货 这一个金融产品啊 那么价格达到了负数啊 那很快就跳回了零啊 因为我们知道达到负数可能就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情况 又跳回了零 但是又跳回了负数那么从可能两点零八呃到两到两点十分这个价格变成了负八美元 我当时已经觉得啊 就是可能现在某些在做远游交易的多头 他们他们他们已经呃 他们已经他们已经他们已经都不知道怎么去看这个事情了 啊 但是最疯狂的事情发生在从两点二十七分到两点三十分的 这决定性的三分钟 在这三分钟之内呃 短短的三分钟之内 可能只在这个市场只成交了几百首的情况下 我们知道原油是一个非常成交量非常大 在商品期货里除了贵金属以外 可能是最大成交量的这么一个合约 市场从负八负十美元一路跌到了负四十三美元 最后在最后在最后一笔交易可能是负三十五美元 那么在最后三十三分钟里面的这个市场的加权平均价是负三十七美元 也就意味着当天的原油期货以负三十七美元的价格来结算 这就是当天发生的事情 刚才我们讲的这么一大堆里面有一些 有一些术语 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的解释一下 你讲了这个就是我们怎么把五月交割的这个原油期货 这一句话里面涉及到的一些概念能够稍微普及一下吧 好的 那个因为我们谈到的是四月份发生的事情 就是任何一个商品期货呢 它其实都是以现货交割为基础的 除了我们所说的金融期货 因为它只有只用现金来最后去交割就可以了 它并没有股票要换换手或者怎么样 当然也有一些是可以实货交割的 那么原油这个商品 它对应的这个英语中的标的资产 我们讲underlying asset是非常清楚的 就是一手原油期货对应1000桶标准的原油 那么这个原油它是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定呢 这和这个哪个交易所上市的品种不太一样 目前呢全世界呢最流行的原油期货只有两种 一种呢是在美国交易的 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俗称 就是它缩写叫WTI 就是西德克萨斯这个 在库兴这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城市 可能就一万多多人居住的一个地方 交割的一个以某种标准确定的1000桶的标准的原油 那么另外一个呢是布伦特 布伦特就是在英国 在伦敦这个交易的这么一种期货 那么因为我们整个亚洲市场 全部都是以布伦特交割的这个价格为定价标准的 所以绝大多数的我们平常接触的人 他们都是在做布伦特的这个原油期货 也有少部分呢可能是会接触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原油期货 因为美国在有一段时间内在页岩油技术没有发展之前 美国的原油不允许出口 所以说美国原油期货就相比布伦特 已经沉寂了很长时间 但是但页岩油发现了以后 美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号出口国 所以它就又成为了一个交易非常活跃 大家很关注的一个对世界原油价格有影响力的这么一个标准价格 我再来解释一点 我觉得我期待的解释还要更小白一点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比如说沙特阿拉伯的人在挖油 他们是所谓的制造者 然后比如说中国比如说东方航空公司 他们需要油他们是消费者 那他们可能在去年的某一个时候 甚至就已经在计划我们2020年5月份需要多少油的开支 和需要生产出来多少卖 然后为了他们能够算得更清楚自己的账 或者是价格能够得到某种保险 所以他们已经提前在市场上找到了一个对方能够买他的油 或者是卖给他油的这么一个和他签合约的人 那么有可能其实这个是期货市场 或者是我们讲的5月的期货的 它最本质的作用是这个 对吧 就是说可以让生产者和消费者提前就能够定下来 他们未来的生产成本或者是怎么样 或者是销售的这个收入 但是在期货市场中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也在参与买卖期货 就是这些金融投资者或者是投机者 其中可能有散户 有一种就是自己在买的 还有一类是买期货的ETF的或者原油ETF的人 然后我们最近总是听到的这个中国银行做的原油宝 这个理财产品或者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财产品 然后它又属于在这个期货市场中 它是哪一种角色呢 其实商品类的ETF在中国的批准和上市是刚刚才发生的事情 目前在中国被允许在这个公募市场上交易的 就是你直接在银行券商这里可以买到的ETF 它所对应的期货合约都是中国本身以人民币计价的这个期货合约 OK 对对对 那这个其实也是有的 那么它的作用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不想参与这个期货市场 因为它是一个保证金交易制度 它有很大的风险 你就可以通过这些机构来买这个ETF 这个ETF呢和我们买的股票ETF 我们买的指数基金是非常类似的 一方面它有非常好的这个就是流动性 另外一方面呢 这个投资的门槛比较低 你哪怕是1000块钱2000块钱你也可以买 而针对原油的话 它可能一手的保证金就相当大 而且一般来一般来说 经济公司都是需要你先预交超过你那个开仓的 更多的保证金你才可以进行交易的 所以就是在就是全世界范围内 这个商品类的ETF非常多 那如果说没有商品类的ETF的话 那我们就不可能有这个跟通胀挂钩的这些债券的存在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能够很好的能够提供整个这个金融市场的联动和稳定的 但是比如说这些通过原油宝 这个它算是一个ETF产品对吧 然后通过它去投资这个产品的散户 他们纯粹就是为了就是金融赚钱 对吧他们没有任何对这个他们既不是挖油的人 也不是最后会使用油的人 他们就就就是纯粹是希望他高了卖低了买 就是对了他们的参与就是这么一个事情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然后其实很多商品ETF的投资者不论是机构和个人他也是做这个希望吗 对所以其实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比较需要讲的就是我的认知里在期货市场里的这些 你刚才说不管有多少手啊或者多少油 其实它的这些交易总量加起来是远远超过真正五月份能够在你刚才讲酷刑这个地方能够交割的实际的原油的数量的是这样的吗 是这样的在就是一个期货合约它的生命周期里面不论它是两年还是三年 如果它变成了一个活跃的合约或者我们叫主力的合约 它的平均的持仓量和它的交易量都是远远超过有些时候是10倍有些时候是20倍有些时候甚至是100倍远远超过在那个月实际会在买家和卖家就像东方 东方航空和这个美国的或者是英国的一家原油生产商之间真正会以实货交割的这个数目的 那那些多出来的多出来的这些合同最后是怎么收场呢 就是要在交割日之前的这几天中把它和找到市场上愿意跟你做对手方 对手方方的人把你的多头或者是空头给平仓平掉 就是别人可能这时候也需要平你也需要平你们俩都没有交割的意愿 那你们就需要在市场上找到对手方把这个合约以现金的方式给平掉 也就是说有一个平仓的这个市场价有一个人就说我认了我亏一点 有的人就说行这么多我赚够了 然后他们俩一交换之后其实这个事情就人间蒸发了就不存在了对吧 对的最后仅仅是那些是不一样的 对所以最后是仅仅那些真正需要原油的人才会把这个合同一直拿在手里 然后去cush这个地方去去安排物流去去交货或者是怎么样 对吧是这样的 OK那然后4月20号发生了这个负三十几块钱的时候媒体就炸掉了 然后非常多不仅仅是跟能源口的媒体吧 所有跟宏观经济跟资本市场的记者也都马上需要写文章出来解释 这是具体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情 那么你当时你看到的就是其实比如说我先讲讲我自己 我当时注意力不在这个上面 我当时我好像那个时候刚刚买了那个荒野大标课的游戏 我心里以为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你刚才用的踩踏的这个词 或者是这个踩踏的造成是某种算法的这种基金的算法在里面出了一个错误 或者是一个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可能持续时间很短的这么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一个数学上的事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 所以我也没有参与到任何的这种讨论中去 但是可能这个事情比这个稍微更复杂一点 你能讲一下比如说媒体当时拿出了什么样的解释吗 然后其实在发生了-37美元的结算价的第一时间内 我和你的反应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我当时看到市场只有几百手的原油合约成交 在这个结算价发生的这三分钟内 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本身没有任何意义 在金融市场中 特别是金融衍生品市场中 因为对手风险的存在 所以经常会发生一些高或者低的离谱的价格 我们以前还会说就即便不是衍生品市场 其他的市场如果你有这个就是Butterfinger 就是你打错单了 你也可能会把价格砸到地板架上上面去 这就叫乌龙下单或者乌龙单 这都会发生 但是一般由于他们的成交量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它对于整个宏观市场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这次并不一样 因为在这一天以这个结算价成交的单数 除了当时在电子盘上显示的这么击白手以外 还有7.7万手的TIS订单 就是以结算价为基准成交的这个订单 这个总额呢 如果我们以0开始算的话 我们就不算之前的那个从20美元一直跌下来 我们就是0到37这一段开始算的话 即便你是在0美元 就是你买一桶油是不花钱的情况下 你建立的这个多头 你最后TIS订单成交的时候 这所有的这些多头也亏掉了超过40亿美元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即便是放到一个一天全球有这么多消费和生产的原油市场来看 在一天中亏掉40亿美元 有些人赚了40亿美元 也是非常非常惊人 OK 那这件事情我们现在算是进入了解释它为什么发生吗 我有一点糊涂了 就是不是你是希望下一个说什么我都可以 我就是说大家是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的 刚才我们讲了我们的第一反应觉得可能是一个乌龙 但是数据表示它不是乌龙 确实有大量的订单在这个上成交 对吧 有很多这是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 他的这些多头其实并不想要这个原油的多头 这些不是消费者是金融投资者 他们为什么到了最后一天的最后10分钟 然后才卖掉手上的这个东西 对我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在很多时候当市场上出现异常情况的时候 勇敢的能够站出来说这个情况非常非常不一般的人是非常少的 我们每天都看大量的金融新闻 在这件事情发生的三四天之内 不论是欧美的主流媒体还是国内的媒体 实际上都没有给出一个关于这件事的解释 大家还是就是就是它就是翻出了一个百度百科式的 或者是一个乌布克上面的解释 我们听到的信息就是这样 说这个这个在这一天的时候 酷薪的这个库存资源已经非常紧张了 有很多的多头想要急于把手上的原油给抛掉 所以他们就拼命的在抛 最后就发生了这个地板架子这么一件事情 就它是一个非常通俗的解释 就是说现在有新冠肺炎 没有那么多消费 库存的空间非常紧张 再加上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在这件事发生的五六天前 宣布这个负油价又可以 所以就造成了这个负油价 那直到这个事情发生了三天以后 可能才逐逐渐渐的出现了这个因为原油宝而导致的一系列的 关于这个这个这么低的这个负油价是怎么产生的猜测 这个时候大家才注意到当天的TIS市场的成交状况 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个能够更完整的去回溯这个事件 然后看到这个事件它的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 OK 那我先把这个 我再给一点点 就是把你刚才提到的一些事情再展开的讲一讲 就是大家对或者是记者 或者是一般的普通投资者对宏观的事情 我们知道的是新冠 其实所有飞机都不飞了 对吧 然后世界经济基本是一个半停滞的状态 所以油价在下跌 然后你刚才讲到的欧派克 他们的欧派克家 就是说他们把一些其他的什么挪威 这些国家都弄进来 和俄罗斯签订了我们减产10% 但是油价还是没有能稳住 还是在下跌 对的 那这个事情其实大家三月份就知道了 然后甚至有的人二月份就知道会有这些问题 那一直到了四月份的时候 你也提到了芝加哥的这个商品交易市场 他们应该是8号 4月8号其实就出来说 我们可能会允许在这个负资产价格 就是在这个交易所上 他开始测 开始测在系统中测试这个 他还没有正式启用 4月15号 没有启用 对15号他就说我们的系统可以搞这个事情 其实这个和发生都还有基本上有5个工作日 4个工作日和20号之前 那到20号这一天 你刚才讲到的在Cushing这个地方的 就是存储量不够 就是存一桶 不管你是在岸还是离岸 存船上还是存库里 这个就是储存的价格也应该是一个 10时都有的价格 就它不是一个最后30分钟 这些需要存油的人才知道 我操就是现在没地存了 那媒体给人的印象 其实是说他们最后一分钟意识到 这个油马上就要运到我这来 存这个油可能会让我亏更多的钱 所以他们决定 就是情愿少亏一些钱 我送钱给别人 让别人把这些油领走 就是媒体给出来的解释 是这么一个逻辑 对吧 是这样的 是这样 其实我们可以再更详细的 把这个事情 就是再解释一遍 就是在大多数当时的媒体看来 这个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如果你在4月20号这一天 还没到最后三分钟前 你是一个多头的话 那么你要有两个条件 你才能够把这个油 不在金融市场上平仓 而最后在4月21号 这是最后一天的交割日 交给空头 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第一你手上要有足够的油 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条件 你要有这么多桶油 不管你是后面去买 还是怎么怎么样 反正你手上要有这些真正的实货资产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 你在库星这个地方 要预定好你油的储存空间 因为这个交割 并不是我在海上有一艘船 或者是我在 这个就是什么一个很远的管道的一个储存空间 我可以 我就可以交割 他必须要运输到库星指定的一个交割仓库里面去 所以如果 不能更改收获人 收件地址 对 所以你没有这个 之前的这个储存空间的预备的话 你也是不能够去交货的 这两点缺一不可 那么在当时 也是我非常天真的认为 之所以出现付的油价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们这两个事情都没有 所以他们就要拼命地把手上 所有的这些金融期货给平仓 那么能就是这些会把你手上要卖掉的 这些头寸接下来的人 他们其实也是在 他们是在买你手上的 他们也需要有这个 因为他们相当于是 要不然就是咱们俩互相品 要不然就要不然就是 他是可以在这个时候 他有这个他有这个钱去租这个仓库 或者是他已经有这个油 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他是能够去买的 实际上美国当时一个非常著名的 叫 卡尔伊肯这个对冲基金 他在那两天都是在拼命地买这个油 因为他们旗下有一个 好像我不太记得是一个做什么化工产品的企业 他们是有这个储存空间的 他们也相信那个时候能够 就是有油可以去交割给最终的 可以到最后一天去交割 我开始以为这件事情就是这么样去发生的 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完完全全不是这样 也你刚才讲了两种可能性 一种是他们在酷薪油油 就像卡尔伊肯他们的基金这样 还有一种你说是相当于我们俩之间评论 你指的是什么 就是如果我之前在这个市场上 就已经是一个空头的话 OK明白 我可以跟你互相评 OK 所以我们接着来讲解释 我其实觉得待会我还会回到这个解释上来 它也是有可能的 那你讲一下你在你的研究之后 你发现这个更复杂的情况 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其实这并不是我的研究 是我最开始就像你一样 我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反正不到一千手成交了 这也没有多少钱 这是我的一个小学同学 在我们一个经常交流的群里 他发了几条信息 我还非常正义的 我觉得他不懂这件事情 我去驳斥他的时候 直到他提出的这些证据 是如此的overwhelming 对我来讲是如此有说服力 我才真正的去找数据 去找这件事情的解释 后来证明他确实是对的 那么这件事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 就是我们刚刚用英文去提到的 这么一个东西叫TS 那么在中文的互联网世界 他们常常把这件事情叫做TS指令 这是针对交易员来说的 其实我觉得更容易去理解 这件事情的方式是 在原油期货这个市场 就像一个股票市场一样 其实他还有一个衍生品 这个衍生品就是TS合约 是挂钩于这个原油05合约上 又挂钩了一个新的衍生品 我们听上去好像那个CDS一样的 这么一个产品 就是他是挂钩在一个金融产品上的 一个新的产品叫TS 这个TS是做什么用的呢 他最开始就像一番 你说的那样 他是为了两个实货的交易方 在点价交易的情况下 对冲使用的 点价交易就是说 我们俩在这一天开始的时候 我们约好 以今天市场的结算价 加或者是减多少钱 来交换货物和现金 或者就是一个收盘价 就是我们赌收盘价是多少 然后最后以收盘价结算价 对对对 因为收盘价有稍微有一点点 这个就是奇异 这个各个的商品交易市场 为了避免在收盘的时候 这个最新价被人为的操控 所以都会规定 这个最后的结算价 是最后几分钟 或者是整个一天的加权平均价 这样的话 你不太可能有这么多钱 去操纵这个结算价格 所以收盘的最新价和结算价 往往有一个非常小的差别 那么在这个 然后这个TAS就是给有兴趣的听众讲 它就是stand for trade at settlement 对吧 如果想去进一步搜的 好 那么在当天 如果我们去看这个TAS成交市场的状况 这个TAS市场上非常快 就没有任何买方了 所有的人都想在TAS市场上 把手上的金融期货卖出去 所有人都在卖 那么TAS市场呢 它是这么一个市场 它也是有价格的 它是以最小变动价格单位 加或者减来最后定价 因为我们俩并不知道 这个最终的结算价是多少 对 所以我就说我愿意以结算价 在低10块钱把这个合约卖给你 那可以说是非常滑来的一件事情 因为一般来说在这个市场 特别是原油这样有连续交易的市场 你在TAS结算过以后 你在第二天的一开始 你就可以把我这个抛 把你买来的给抛出去 所以你相当于这10块钱是你白赚的 就假如这个价格是连续的话 但是在当天的TAS市场上 有如此多的卖单 以至于没有足够多的 或者说即便最开始油买家 也被这么多订单给吓到了 他们非常非常快 这个市场就被打到了地板价 也就是这个市场 它就无效的 它就跌停了 我可以问一下 就是这个市场 TS市场和我们之前讲的 这个5月的这个期货市场 是两个不同的市场 对吧 是一个 其实是一个市场 是你可以把之前的那边 你手上拿的多头 在这边卖出去的 是可以 你就是在把 你使用的这个交易的标的物 就是你这些期货合约 OK明白 是的 它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我刚刚这么说 好像稍微有点期 好像你觉得TS是一个新合约了 不是这样 对因为你说它是衍生出来的 它并不是就是严格意义上的衍生产品 其实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 它其实有一点像一个 如果什么没有发生 那我们就按这个价发生 就是如果之前没有平仓 那最后就只能按这个节 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我们俩在今天某一个时间点 咱们俩成交了 我们成交的这个价格是不知道的 咱们就约好 在今天结算过以后 咱们俩用今天市场的结算价来接 OK 就是一般的明白了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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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正常的期货 就是我们按这个时候的市场价格 对吧 对的 买卖对到一起就结 这个是我们要等到下班以后 才知道最终会按市场 是的 OK 所以它有些时候被称为TIS指令 因为就是它实际上是一系列 你在期货市场上 比如说市价单 限价单 止盈止损单 还有什么FAK 他们是这个指令集中的一部分 所以出现了 这个在TS市场都会再 再打10块钱的折扣 就说明有相当多的人 最后是还没有避世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说 我情愿以公开市场价格 最后的价格的再减10块钱 卖给你 对吧 就是出货之心切 而且非常快的 这个市场就没有买盘了 就连这个市场都没有买盘 OK 好 也就是说在这个市场上 我们可以认为 在这个市场上 它已经跌停了 尽管这个期货本身 它没有涨跌停板的限制 OK 明白 然后你最开始 其实提了一下 就是你的小学同学 在群里给你看的这个数据 就是说有多少手 TAS的卖盘 是这个意思吗 没有 他给我提供的一个事情 就是他说 这次之所以中行原油宝的客户 会亏损这么多 是因为他们使用了 TAS指令平仓 是中营替他们做了这个事 还是他们各自在这个上面 下了这个单 这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稍微说一下 为什么在中国 引起这么大的震动 是因为中行 有一个原油宝这样的产品 刚刚一番你也提过了 这些原油宝的产品 在当天中国时间 星期一晚上的十点钟 他们就不能做任何的交易了 他们什么也做 做不了 你说就是散户在APP上 已经交易不了了 是吧 对 任何人都交易不了了 不管是散户还是机构 他们只要买了原油宝 这个产品 他们就被停止交易的权限了 然后等到第二天起床的时候 他们如果是这个原油宝的多头的话 他们发现 他们道歉了银行非常非常多钱 而且不仅如此 如果他们的账户里 还有剩余的资金的 把这些钱全部被中行给划走了 我听说有信用卡的人 连这个信用都被划走了 这个我不知道具体发生了 这个也可能是段子 对 起码是他们如果是在 因为他们会买其他的产品 他们里面还有一些现金 这就好像你如果在信用卡账户里 你多存了一些钱 反正这个多存的钱 已经全部被划走了 OK明白 而且这个是完全出乎大家意料的 大家觉得 我无非就是进了赌场 就是把本钱亏没了 对吧 对的 谁知道 对 好那你继续你说 对所以就是在这件事上 就让我觉得非常的蹊跷 那既然只有几百手订单成交 那怎么会有这么多人 有这么多的金额 他们会欠银行钱呢 因为假如在负的负值区 我们就算负8到负43这之间 只有一千多手的话 那也无非就是一千多手乘一千 也就是十万手的这个 就一千乘一千 我们就算满了吧 这也就是一百万桶的原油 对吧 那应该没有 不会牵涉到这么多人 不会有这么多钱 但事实上 而且我们也知道 那个时候市场上不可能只有中行这一家在交易 那有市场上有非常非常多的人 有沙特的 俄罗斯的 有美国的 有中国的 非常多的金融机构 但是我读到的一个信息就是说 其实市场上大部分的那些大的原油ETF 其实在一个礼拜前就已经叫什么攒仓 或者是挪到下一个月去了 就是他们已经没有五月份的多头了 对的 对的 对 然后他们这种操作也是一种避险的操作 因为往往在这个合约结束前 它的那个价格波动是挺大的 所以他们情愿付一点手续费攒到下一个月去 但是中行的这个原油宝 它的里边的这个合同里面 反而反而就是他们是规定好了 就是他们是在最后一天平仓 或者是挪到下一个月 对 就是很 很多 现在因为我们都有一种事后诸葛亮的这种智慧在里面 所以大家都说 这个中行原油宝这次为什么这么晚移仓 我觉得这个就恰恰没有抓住这个问题的关键 这是因为之前的媒体解释是说 酷薪没有库存 可以去交割才导致这个价格跌到了这么低 所以什么巴拉巴拉巴拉 就就有这么这么一系列的说法 就是他为什么在倒数第二天他才平啊 这当然是一部分原因 当然是一部分原因啊 但是啊 就是等我们真正回溯这件事的时候 我现在可以拍着胸脯说 我认为-37这个价格 他在倒数第二天 倒数第三天 倒数第五天 他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都是有可能发生的 他和他到底在倒数第几天 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 他在这件事上发生 他肯定有他的关系 但是他没有必然的关系 正是因为之前媒体的这些 关于基本面的供需的报道 让我们对于中行这个风险管理的这个质疑 因为你赔了钱你永远是错的 所以让我们对他质疑如此之大 但这个解释他并不正确 我们要指出这一点的原因是 因为他下一次还是有可能再发生的 这个负油价或者是负天然气价格 他们都不是黑天鹅 他们其实在历史上都发生过 那负油价没有负 能源产品的负价格在历史上是发生过的 所以就是他的发生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是需要我们去仔细的去认识这件事情的 所以就是确实之前有很多的机构 都已经移仓换月了 就是换到了所谓的次行合约里面去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换到次行合约里面去 其实他们也是亏了大量的钱的 尽管他并不道歉银行钱 实际上还是亏了不少钱 那现在你有看到比较让人信服的原因吗 我目前呢就是肯定不敢说这个原因是什么 第一就是美国的相当于证监会的 这个期货这个监督委员会 对这件事情正在展开官方的调查 那么这个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本身呢 他也我们仔细说一下 就实际上这个原因 我们刚刚讲在纽约 为什么跟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有关 是因为在很早以前 这个NYMAX这个交易所 就已经被CME这个集团交易集团给收购了 所以我们现在喜欢说资商所 那么资商所认为这个价格没有任何的问题 它就是市场上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价格 现在看来他们两方 所对外界做出的乘数都是不完全的 我认为以我们现在掌握的所有的数据 公开市场能看到的数据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这个多头是谁 空头是谁 到底这些多头有多少钱 空头有多少钱 显然中行不是唯一让客户要赔给自己钱的中间方金融机构 这肯定是错误的 对吧 肯定还有很多家机构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那么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情况下 我们应该可以很确凿的说 这个流动性漩涡的发生 其实并没有发生在这个05的 就是WTA的首轮合约上 这个流动性陷阱 这个漩涡发生 实际上是发生了在TIS上 是因为有太多的人 现在在TIS上挂上了卖单 没有人买 所以它一个衍生品相当于叫whack the dog 这个尾巴导致了这个头咬 在最后的三分钟之内才发生了这个结算价崩盘 在结算市场上也没有买盘的情况 那我们可以设想一下 拿着这些多头的这个这些合约的人 他们倘若不在这个TIS 我相信这个TIS的这些订单 他们最后去下减10美元 减20美元是非常心疼的 倘若他们不做这件事情 想必会发生更严重的问题 这个你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看这些合约 就是到了你如果在没有就是储存的地方 那个油船运来了以后要交给你 你可能会遇到更大的罚单 理论上来讲是这样是有人可能要面临惩罚 但是事实上TIS市场的崩溃是因为就是我们在任何一个期货市场上 它的涨停和跌停它的那个上面有这么多单都不是因为有这么多人 就像一番你在最开始提的一个很好的问题 就是有很有很多人要交割 都不是这个原因 这就是因为所有的趋势跟踪基金会在上面加注 所有人都会在上面加 但是比如说这些最后在TIS上出现的这些卖盘 减了20美金以后 减了10美金被劫走了吗 当天成交了7.7万手 我们还知道的一件事情是在最后一天交割日的时候 原油的结算价格是10点几美元 而且非常快的它就从负段多少就涨上来了 就是非常少的交易它就涨上来了 这就证明那些机构在看到这个东西涨上来以后 他们的单就撤了 所以就是说在TS市场上有大量的人在抛空 在开单在抛空 OK 就比如说举个例子 就那天最后它最后不得已一定要抛掉的可能只有10个人 但是有1万个人在抛空这个事情 在压制TS市场 OK 对 就是因为在压制这个 那就很多人就问了 那他们为什么不去压制那个原油本身那个市场呢 因为在结算以前的那几分钟之间 都很明确的能够看到 还是有人可以开 就像我刚刚讲的卡尔伊肯这样的基金 他们是愿意在那个时候去买入的 所以他们没有足够的钱 没有足够的东西去压迫那个市场 他们就去压迫了一个衍生品 市场 这个衍生品市场是只关系到这个盘面最后三分钟的 那最后谁在这个TS市场打压上赚钱了呢 这个就要等待最后我们能够得到的这些调查结果了 我相信所有的趋势跟踪基金 做原油的基金当时肯肯定是拼命的在做空的 因为那个时候还是正常交易的时间 我不太明白他在TS市场做空了之后 他从什么地方去买这个油 然后再来平掉他的这个 不用不用 他是这样子的 他如果今天开了仓 他第二天再去平就好了 但是他做空第二天都涨回来了 对啊 就是说 那个他是这样的 就是说他这个贴 他在这个TS上 他那个空单 他那个空单是一个非常 就是负的价格 他已经赚到钱 他已经赚到钱 钱了 这一点我没有太 我没有太听懂 我就是对谁能够在这个TS市场上 先把这价格砸下去 但是砸下去以后就收盘了 他没有机会再以更低的价格买回来 所以除非他 我不知道 就是这我脑子里有点有点转不过来 但是我想说的是 我看到的另外一个解释在我这里 当然他也是一个相对理论化的解释 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分享一下 然后这个解释 是我在一个叫Economic Policy Journal 它是一个博客网站上看到的 他其实开始 他的我就长话短说 就像刚才 我们刚才举的例子 比如说你是一个原油制造商 你在去年12月份的时候 就把这个5月份的交接的原油 比如说以20块钱一桶已经卖掉了 然后我卖 比如说我卖的 我卖给你了 你是买的这个人 然后你现在 你其实是一个投机的人 你并不想让我5月份的时候 把这油交给你 对吧 然后你手上现在这个价格 你就 其实最后跌下去之后 是原油制造商 他们出钱来接的这些付的钱 他讲的这个的原因就是 因为这个油 不管谁买到 一定是有储存能力的人 才会敢来接这个单 对吧 对 是的 那有储存能力的人 我们已经知道 比如说从美国的 就是叫什么 他们的能源部 不是会说Custion还剩多少空间吗 那倘若除非你是一个 我订了油库 然后我又没有在真正的 在里面装油的人 就你假设的Custion这样的人 对 但其实通过这个数据来说 其实那个时候 Custion已经没有什么空的了 因为这个后面的调查 会进一步核实 因为类似于他们Custion的油库 有多满 成天都有人在卫星上 看这个油库的那个 它满美满 跟那个阴影有关系 这个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看 就这个市场情报 其实是有人提供的 那么另外一种可能性 能够大胆的来接货的人 其实是生产上 因为这些油 他们生产出来 已经如果是实货 它必定已经存在一个地方了 所以对他们来说 是不需要再找一个新的地方 来存这个油的 那么他如果要接受 要把他12月份20美金的 这一个单给cancel掉 他一定要赚到 比20美金更多的钱 他才会愿意来cancel 那这个付的这个钱 其实就是对他们的一个赔偿 就有蛮多人 这不是蛮多人 我看到的这篇就是 他们认为 大部分这些真正销售和使用的人 他们的均价 大概是在20几美元 然后这个价格跌到了30几美元 剩下来的就是多赚的 最后就是说 我不仅之前要让你赚20美元 现在我还在给你倒贴10块钱 他们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premium 它有可能是 就是反正到这个价格 大家就觉得 这些制造商本身 他们就出来说 OK 那我就把这个油 就继续存在我们这儿 我本来要卖这个油 赚的这个20美金 我现在反正收了 已经比他多的钱了 他才愿意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个对 就一番你刚刚说的 这个对于生产商的这个逻辑 确实就是当时 为什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要测试这个负油价 而且同时在加拿大 已经有生产商 在真实的交易中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在实货交易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这确实是因为之前天然气合约 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天然气的储存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天然气跟油还不一样 它是要立刻消耗掉的 要不你哪有那么多立方的储存空间 是这样 但是你 但是就说 回到刚刚我们说的这个话题 就是当你去核算这个成本的时候 它没有那么低 可能它就是-8-10就可以了 在WT就是酷薪没有那么那么紧张 没有那么紧张 对 就是它那一天 就那么 就我们倒回头来 就是也是一个事后诸葛梁说 如果真的那么紧张的话 那么最后一天的结算价 也应该是付的 对吗 如果真的是那么那么紧张 有那么多生产商 他需要说我现在不卖了 我就把这个油留在我这里存着 我自己来承担这一个多月的仓储的成本 和之后市场价格的风险 其实是他这是两个部分来 所以另外一种解释就是 有实际需要的人 和能够看清这个市场实际需求的人 他们如果是他们在主导市场 这个价格可能早就在前一天 前两天就应该朝负的方向走了 这也许也是为什么芝加哥他们要去测试 但是与此同时 可能在市场里出现了一些250 或者是觉得自己有能力 要来玩一票什么什么样的人 最后搬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是他们在最后几天的接盘和买 把这个市场价给抬起来了 但是他最后他再过一天 实际上就要交割了 所以最后一天他就 他们都是生产商 最后一天的话就都是生产商 所以你觉得不存在 在最后几天有人突然觉得 在最后一天会发生奇迹 油家会暴涨来做多 不会因为最后一天 就是如果你在最后一天 还没有平掉的话 你就违约了 那后果肯定会更严重 所以你在倒数第二天的时候 他们就就是说有 就是说有这么多人要抛 对 但是这个他是不是会发生 在倒数第二天 这个倒是不一定的 我觉得 对或者我们把时间线拉长一点 就是可能有的人 我们倒退回去两个礼拜 他可能看到 就是新冠已经在美国 可能也快peak 然后在欧洲已经peak了 然后中国也快要开两会了 然后欧派克减产之前的这个闹剧 也演得差不多了 他们最后也达成了减产的协议 他们可能在倒退两周回去的时候 就觉得OK 现在已经可以买原油宝和类似的产品了 对的 这是当时大多数人在买入的这个原油宝的动机 就他们认为他们所买入的一个东西 实际上是一个在 他们是他们的意愿是说 我要看多这个世界原油的价格 但是到了中行的原油宝的那10点钟之后的 那个时间段里面 他们实际上并不是在表达他们这个意愿了 他们被中行的移仓操作 转换成了一个 在一个有跌停的 没有买盘的TIS市场上面的一个 衍生品的一个交易了 我们有知道这个TIS盘是中行挂的吗 那肯定 中银挂的 这个是这当然是 因为这个是他的合约里面和客户规定的 OK 所以他们也就在走 所以他们其实一个正常的对冲基金 可能在最后几天就会出现某种止损的策略 然后或者是 对冲基金来讲当然是这样 但是对于他们不是这样 因为他们并不是 他们自身并没有承担风险 对 所以他们就 那就还是这个产品的 也不叫这个产品的设计有问题 就是反正就发生了这么一个事 对吧 对它发生了这么一个事 但是这个事情的发生就在于 在那天在这么一个巧合之下 这个合约其实它陷入了一个 它的这个指令 它做出的这个指令 它陷入了一个自身的一个流动性陷阱里面去 这个流动性陷阱 并它最后导致的结果是 最后两分钟它跌得非常非常非常惨 但是它的成因其实是 其实是在一个它它自身有的特有的 这个衍生品市场上发生的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换言之就是 与其去看卫星图片 或者是什么也好 我们更加理性 或者说是更加合理的 就不去带着阴谋论的一些东西 去理解这件事情的方式 是说就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 就是像CDS发生的事件 在宏观因素就全美的房地产价格下跌的情况下 有一些最后被打包到最尖端的 那个小小的市场 它出现了流动性危机 结果它导致了那个大的市场的崩溃 那我其实会觉得这件事情完了之后 这些大的石油生产国 美国沙特这些国家 其实他们又事后诸葛亮 是可以提前去把一些 他们手上的合约给平掉的 就是减少市场上的这些 outstanding的合约 对 以免发生最后的踩塌 对吧 从控制这个价格 因为最后跌到-14 全球曝光一轮以后 大家都觉得石油不值得投资了 对 所以这其实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就是在石油这个合约上 跟其他东西都不太一样的是 一般来讲 在原油合约 它越到生命的末期的时候 就越到这个合约快交割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商品都肯定都是这样 就是说 它越接近于商品现货当时的价格 而在中行推出这个原油宝上 它实际上是把它最后要交割这个事情作为一个优势的 因为提前移仓换月 一般来讲 它的损失会大于到最后再移仓换月 但是既然原油这个东西 它是有公共产品属性的 然后这个市场对经济也很重要 然后它的很多大角色 大人物也都是国家 所以我觉得在帮沙特或者是帮美国操盘 他们的石油交易的这些人 他们可能当时更多考虑的是自己能不能在这些这个月领多少奖金 而没有按照所谓的就是没有大局意识来来说这件事情 如果我们赚了那么多钱 会造成一个市场上其他人会很不堪的后果 以及公关上也是一个很不堪的后果 完全没错 完全没错 是这样的 他们没有想到因为这件事情导致了大家质疑 这个整个这个商品期货这个市场有没有有有效性 而且也导致了周一周二美国股市的整体下跌 明白 当然这这这这这金融市场就是这样 就是说你不能怪罪索罗斯去这个做空金棒啊 这些事情 对 这个这个规则是他们提提是别人提前设设立的 他们只是按照规则玩而已 嗯 我觉得索罗斯这个还不太一样 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些石油和这些国家生产商挂钩的 有一些他们的交易的这些部门 他们不是完全独立的部门吗 不 那个这个这个我确实要纠正一下 因为美国他并没有一个国家石油公司 他是有1000多加 但是沙特沙特有吧 对沙特是有的 但是沙特主要交易的是布伦特 明白 他可能在WTI上他有一些价差 或者是其他什么 他应该不会有单单边的这种 盈利的这种渴望 OK明白 好吧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在我的脑子里现在还是被聊的比较清楚了 你觉得还有什么需要讲的呢 我觉得就不需要了 就不需要了 那所以如果是给散户一句话提醒 就是 那大家就不要再碰原油宝这样的产品了 是这样吗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错误的信息 我觉得更正确的信息是这样 就是第一我 我我非常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是 因为因为你你中间是有一个代理机构吗 对吧 你中间是有一个代理机构 从宏观上来讲 就是在这件事情最后的处理上 我们应该要去看到最后这个代理机构和就是投资者是怎么分担损失的 这会为以后所有的ETF怎么去分担损失提供一个很好的借 很好的借鉴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机会 其实啊 不管这些人的当然有些人的经历很悲惨 但是这些悲惨的经历他们 你可以在这上面亏钱 跟你去其他地方亏钱没有什么区别 对吧 你你你造一个店 我觉得有区别啊 因为他因为原油宝这样的产品 他把一个本来很复杂 门槛很高的 一种一种投资或者是投机的方式 变成了一个一键下单的产品 给了很多 没有办法去衡量这个里面的风险 但这不是问题的全部 因为他也要求客户提供100%的保证金了 对吧 就是说这个这个东西 他的风险高 其实是因为他有高高杠杆 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东西 而且他会自动的移仓换月 他也自己做确实做了一个操作 正是因为他做这个操作 所以才亏了这么多钱 就是他他其实他确实做了很多方便客户的做法 这些最后是成为了他的覆灭的原因 但是这些并不是 就是他说就是我们并不能因为这些去怪这个产品 我觉得这个和另外一个东西有区别 就是在之前美国市场上非常流行那个卖空VIX的ETF 这种ETF真的是就是完全没有什么用 就是他他就是你想不到他有任何的价值 他就是天天在赚钱最后一笔亏光 就是他就是像赌博一样的一个东西 好吧 我在这个事情上观点稍微不太一样 我觉得我还是觉得监管部门不太应该让就是老百姓碰这样的产品 但是老百姓碰这样的产品是有一些人赚钱的一个基本的必要条件 因为就你这个smart money要赚钱总得有点当money来当来当对手 对吧 对我们如果现在就是用cynical的view就可以说确实是割了一波韭菜 我还看到没对算了就是这里面的悲惨故事也很多 所以我也不知道说不定原油宝过两天就是关键词了 敏感词了敏感词了对对对 好吧那谢谢方照我们就聊到这里 就聊到这好 好感谢大家拜拜 拜拜